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二德台仰》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蒸汉部和《晒冷气》 将中立模式的力量全扬开 好了,今节就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国内正在实行的双减政策 所谓双减,就是有两样东西要减轻的 第一,减轻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 第二,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负担 提出这项双减政策,就是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办公厅的近期因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二部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要求全面减轻作业量和时间 减轻学生作业的负担 坚持重验注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等等行为 主要针对就是一些校外培训机构 而过去多年来,校外培训机构 以一个资本操作的方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亦都获得迅速的发展 各种培训机构 以一种夸张、浪诈的方式 宣传和制造营销 无论你在地铁车站、商业楼宇电梯 各大网站,亦都经常见到一些广告标语 而这些广告标语主要就是宣传一些培训课程 当中,这些标语或这些广告 亦都经常带有令到家长感到焦虑的画面 什么会导致焦虑呢? 例如,如果你不上班,你的小朋友就会输赦给人之类的内容 这种,你用恐惧来贩卖这些课程 在过去来说,的确是非常有效的 亦都因为这样,模型中加强了很多的家长的负担 以及子女的对于做作业、对于学习的压力 正因为这样,这些校外培训机构 在过去很多年里,亦都迅速膨胀 成为一个能够赚大钱的行业 不过,当中很多校外培训机构可谓是良寿不齐 愚弄混习更加有些是违法违规经营的情况 正因为这样,目前开始在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 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 和南通市成为这个全国试点 这个试点就有三方面 就是坚决减轻学科类的校外培训 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 逐步解决过多过冷问题 第一,依法依规厌查存在不符合之质 管理混乱借机脸财虚假宣传 和学校勾结牟利等严重问题的机构 第二,合理利用外部资源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火余时间 向学生提供兴趣课类的课后服务活动 而且亦被学生自主选择参加 第三,强化培训收费监管 坚持校外培训工艺属性 充分考虑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 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收费 立入政府指导家来管理 科学合理确定计家办法明确收费标准 坚持压制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的行为 大致上,商减这项政策的精神就是这样 简单来说,令到学生 不用有那么多校外培训的压力 而另外,家长也无谓 见到广告感到焦虑 就立刻推小孩去参与校外培训 不过,按这种政策实施的时候 事实上,任何一种政策实施的时候 总是有反对声音的 这种情况也颇为正常的 有内地的家长就特别提到 我们学过那些英语课程 现在连想参加没有参加 也有家长觉得英语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的日子,为何中国进步得那么快? 能够和全世界各地做大生意 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英语上的需要 读英语呢? 你就可以能够读懂世界上的一些不同的知识 和书本 还有,能够可以和外国人沟通 更甚者 有些家长就觉得 哇,连这些都禁 那我的小孩想出去 课后之后想可以 补习一下英语都不行 这个是不是想将我们中国人和外界隔绝起来呢? 等到大家刻意地没有学习英语呢? 事实上这个当然不是的 正因为有些这样的新闻 有些这样的意见推出来之后 也有外国的媒体发现 这里好像有些问题了 那美国媒体怎样报道呢? 他就将这个商减扭曲成中国禁止 禁止 禁止 学习英语的先例 那怎么说呢? 首先 这份美国媒体的报章 一开手就将英语 是力直过去改革开放 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之余 还可以 由于有很多的人 识英语 也因此 很多人可以踏上 改革开放的便车 识英语 意思就是你能够 跟外国人沟通 能够跟外国人沟通 自自然而 就可以做多些生意 好了 现在呢 就说 中国政府 大开历史盗车 刻意地利用商减 这些政策 来弱化这个英语教育 事实上 我个人认为 这点就是 危言耸听之余 还是扭曲了商减政策 背后的精神 我个人认为 中国国内的学生 的英语水平 其实真的不差 而且 是需要接触一些先进的技术之外 很多时候 你都需要用英语的 例如 你学这个的 编程 学电脑编程 一些基本的英语知识 你是必须要有的 要不然 你是很难去理解到 人家写的代码 人家写的文件 因为这部分 我比较熟悉 在编程上 你不能全部都由自己写的 很多时候 你都会借助其他人 写过的程式 来调用的 调用的程式 不一定要是国内才有的 很多时候 都是国外才找得到 在国外 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 关于编程的网站 国外的 而且以英语为止的网站 都是最多的 所以 你要 能够有效地 调用人家的资源 来摆在自己的工作上 你需要 除了要 懂得看 语言之外 即编程语言之外 你仍然都需要 学会怎么看 怎么阅读英语 很多时候 我们做编程的人 都会 顺手 写完一篇 究竟这个编程 背后的逻辑 是怎样的 一般都是用英语来写的 当然 中文亦都可以 在国内 更多人就是用中文的 但是如果 我们要 达致 一个有效的交流 很多时候 都会 多写一份英语 而外国 亦都是以英语为主 要 能够达致 互相交流 很多时候 你就要 英语这个水平 都要有上下 至少 起码读识看 那就才能够 网上 和其他人去交流 不过这样 商减政策 它就被扭曲成 要弱化 中国人的英语水平 哈哈 我个人认为 这种 这样的报道 其实就很无契 某个程度上 亦都是 某些家长的焦虑 所反映出来 事实上 国内也有家长 真的感到很焦虑 哇 现在 这种东西 都不让我们读 将来 我可以上什么班 我可以 我的小孩 不能够 可以出国学习 又或者 连英语书 都不懂 其实就不是 有一样东西 我个人就较为反感 小弟 都是香港长大 读的 还要读中文学校 只是除了英语 课之外 其他的课程 都是以中文为主 不可能因为这样 接触得英语少 小弟 在小时候 英语真的差到没有人有 哈哈哈哈 再加上 英语是一课 挺沉悶的课目 如何沉悶呢 你又要背 past tense present tense 现在识 过去识 现在进行识 背这些表 做句 又 很公式化的 它是有格式 做句 例如 主语 动词 维语 之类 其实 每一次 我个人 感到很困难 小时候 读英语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公式化 英语 为什么这么死板 就是觉得 老实说 这样学习英语 我发现 我到大了 我才明白 这样学习英语 是错的 没错 你背好这些公式 这些造句公式 背好些 tense 那些什么进行识 现在识 现在进行识 等等 无疑 可以令你 乐笔更加准确 但是 这样的操作 实在太机械化 你根本没有一个语境 给你使用 在香港 正因为这样 小弟的英语 从来都没有掌进过 直至 真的有机会 出国留学的时候 才发现 英文不是这样读 再回想起 小时候 我足足浪费了十多年时间 花在一些无谓的英语课堂上 而小弟的父母 小时候 也有推到一些 英语学习班上课 上课 上极我都不明白 就是打了哭怒 只是睡眠 睡眠 没法否认 浪费了很多人生的时间 也浪费了父母的钱 但是 这种方法 也可以证明得到 是走错方向的 目前 我发现 一些的英语教科书 其实 在国内的英语教科书 都是很着重 在文法上 的粗练 而这种粗练 其实就将 对语言的兴趣 是打烧了 本来 小朋友 应该 可以 发掘自己的兴趣 透过自己的兴趣 来 对某样东西 自己去 学习 自动自己去学习 但是 英语 自小 就被人 在这种 吹谷底下 就导致 完全失去兴趣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 识得其反的 这个我个人意见 不过 这项商减政策 的而且 确是有效的 而且是以一个政策 一个政治的方向来 打压了一些校外培训机构 而这种校外培训机构 很多时候 都是以一种 极为茂利 甚至乎 跟乎 炒作的方式 去吸引 一些家长 去推小孩 去参与他们的校外培训课程 正因为这样 家长 也很愿意 带小孩去 从而形成 一个颇为庞大的 产业链 而这种产业链 是绝对一个 茂利的产业链 亦都因为这样 导致很多家长 浪费很多钱 你不觉得 不用这笔钱 就好像吃底一样 无形中 对家长 又构成一定的压力 而今次 商减 这种推行 模式 这种方法 我个人认为 是可取的 但问题 可能 就未照顾得到 一些家长 那个 焦雷 而外国的媒体 见到这种现象 就加把脚下去 就说 现在英语 已经是 通往世界的大门的第一步来的 你 中国政府 要学生 不再学英语 简直就开历史道车 喂 大佬 英文是没错 在国际上 的而且确 是很流行 但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英语 这个世界 有很多种语言 不是 你说英文就大了 这个我看法 究竟 中国政府 是不是禁止 学生学英语 这个又是错的 外国媒体 就将 写成是 中国政府 不让学生 学英语 原因就是 不让他们 接触外界的资讯 这个 真是 极为 无契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 相减的政策 有一样 比较特别的就是 将英语 课程 从小学 之中 变成一个 不是一个 语修的科目 这个是真的 在小学的时候 学英语 和中学 才开始学 无认 对小学生 可以减轻 一科 的负担 另外 正因为这样 很多家长 也有种 焦虑 为什么不早点学 要这么迟才学 老实 我跟你说 小弟 真的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 都学不懂英文 反而 就去到一个 有英语环境 生活下 我的英文 就突飞猛进了 短短三个月 我就能够 可以很流利地掌握 一般的 口语的 混用 最重要 最重要 学语言 都是要有一个 英语环境 语言环境 没有的话 你怎么学 都会和闭门造居一样 无论 你怎样 学会 做车 假设 你要做一架车 你想在自己 关门房门 自己摘一架出来 你上网查了资料 理解了一架车的原理 是怎样走也好 你都没办法 在你自己家屋里面 摘一架车出来 这就是所谓闭门造居的难处 同样道理 在一个完全中文的环境下 而要你学习英语 这种 除了浪费时间之外 而且是很难掌握到 英语的精髓 反而你在一个 完全英语的社会环境下 你的学习 就会突飞猛进 既然是这样 你倒不语 等到小朋友 成熟一点 去到中学的时候 才开始读英文 反而事半功倍 我反而认为 我举个例子 在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马云 他自己都说过 他最初 都是和一些 爱国游客 主动和他交谈 不停地和他聊天 才能从中提高 他的绘画技能 大家都知道 阿里巴巴马云 他英文说得相当不错 非常流利 还有另一位 就是李克强 总理李克强 他英文也是非常不错 而他曾经成为了 英国法学家 丹宁分爵的著作 就是法律正当程序 the dual process of law 翻译团队一员 商减这个政策 就并不是要矮化 英语的作用 英语的地位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 给到一个更健康 成长的环境 给小朋友 而不是不停吹谷 他们的学习 压力 填鸭式的教育 小弟 是一名受害者 自己想起 小时候 读英文 读到一坨屎 是觉得很不值 从一开始就打击了 小朋友对英语的 那个兴趣 的话 你就变得 将来也没有办法 可以更加有效地 去提升他的英语水准 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 就很可能 以后都不喜欢 对英语又抗拒 第二种结果 就是很难去学得好 因为失去了兴趣 没有兴趣 很多东西都很难成功 很难去投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客观上的问题 现在 能够有个机会 可以试下减轻些学生的负担 我认为 不需要太过焦虑 一般家长都不需要太过担心 今年未学好英语 明年再学好他就行了 这个不用急 英语 什么时候都放在这里 学词一年 和学词两年的分别 真的不大 但是最重要 就是要有一个英语环境下 才能够学得快 所以 继续和外国人交流 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 关于这个商减话题 我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拜拜